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波周图的频道 预备前几天正式公布了刺客教条的新作 这款作品的开发时间已经超过两年半 那么这款作品的名字叫做刺客教条为经纪元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款作品会在12月25号也就是圣诞节上市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款作品原定在2020年底和次世代新主机 PS5 Xbox Series X同步发售 那么Xbox Series X已经确定了在12月25号圣诞节上市 同时也确定支持Smart Delivery功能 也就是买一送一 搭配方说你在Xbox One上买了维经纪元 那么你同时也可以获得Series X版本的维经纪元 反过来 如果你在Series X上面买了维经纪元 那么你可以获得Xbox One版的维经纪元 也就是你不用花两份钱 你花一份钱就可以获得两个平台 两个版本的游戏 而且Series X它的向下兼容做得很好 它兼容从2001年初代的Xbox至今的游戏 PC也是有这种的 就比如说你在Win10商店买了D平线4 买了战战机器5 那么你同时也给获得Xbox One版本的D平线4战战机器5 总的来说就是你买的这款游戏 它就算你账户底下拥有这个游戏 无论什么版本 同时维经纪元也支持Xbox Series X强化 支持4K HDR 那么微软将在5月7号晚上11点的时候 在Inside Xbox直播节目中 首次展示自四代主机Series X的实际演示 那么这其中也包括维经纪元的首次实际演示 不出意味的话这款作品又是RPG的类型 自从起源开始 预必把刺客教条改成RPG的类型 很多人都不喜欢 包括我也是 刚开始不太适应这种改动 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方式 不过在看门狗2 过到惊慌5等一系列的跌跌撞撞的探索之后 预必在RPG开发性世界上的建设 也比以前成长了很多 特别是从奥德赛开始 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点 真的是奥德赛做的比以前好很多 我也渐渐的适应了刺客教条改RPG的这种风格 那么我也对维经纪元抱有很大的期望 觉得他肯定比以前做的还更好 维经纪元的故事发生在九世纪末 当时的北欧部落离开了他们在斯坎丁纳 维亚半岛的家园 航向叫做暗格鲁赛克逊英格兰的四分五裂的王国 你将在这个过渡时代里扮演艾伯尔 带领族人踏上新大陆寻找新的家园 在你展开维经纪元的史诗 维经人旅程之后 你将在九世纪英格兰的历史背景下 领导致命的截略队伍进行大规模的战斗 并建立一个繁荣的聚落 维经纪元并且研究部的历史学家和内容 发想顾问表示 所谓的维经人其实是指北欧社会的基因阶层 他们是北欧文化中的特定一群人 是商人 探险家 优秀的航海家 开拓者 有时是侵略者和掠夺者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开订阅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这个教条的最新视频了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最后大家也可以一起加入Xbox的大家庭 一起Jump in 年底的次世代新机Xbox Serial X 我也会发个首发视频的